林小姐你好 方主播好 参作来宾好 我想先向主播声明 如果来宾当中有人习惯不太好的话 我希望接下来我要讲的这段时间都不要有来宾 帮我擦嘴 谢谢 那我先讲有关昨天抖六政长选举 民进党输了 那我在这边要证告民进党 明年人民的最大的期待就是要政党轮替 不但是国会还有总统 那请问这个刘建国的普选 多久以前的事而已 结果昨天的抖六政的政党选举可以输掉 我希望民进党不管 不论党公职不要分彼此 要大大的检讨 那接下来我要讲的是说 为什么你们前一个议题在那边讨论说 到底要不要公布蔡英文的副手人选 我在这边要向陈议员讲 继续讲十年政党是我建议民进党的 你有意见吗 为什么我会这样建议民进党 你的习惯不太好我不想回答你可以吗 为什么我建议国民党跟民进党 只要你们明年总统大选都要选总统政党 谁 who cares who cares说宋主席出来选总统的时候 谁会余庸得力 民进党余庸得力还是来余庸得力 who cares 我们人民要听的是现在距离大选这样四个月的时间 我们人民需要时间来消化各个政党 你们提出政策国家的方向 你们的具体政策的落实的方法 所以我很高兴能看到就是说 民进党终于愿意听进人民的声音来讲政策的东西 所以我建议民进党 你不要那么早公布副手人选 为什么 因为这样子会打断我们人民吸收你的政策说明的机会 所以国民党 你们不是也讲了吗 马总统说他接下来要开黄金十年政策说明会 我觉得很好 既然有动作请你们持续的做下去 为什么 因为如果马总统你觉得你这只有让你做四年 你有力有未来的地方 你一个国会超过四分之三以上 党政军特五院全包 包括外界传说你们的党产有上天以上 你还觉得不够 那你向人民说明啊 你用黄金十年的政策说明会来告诉选民 说服选民啊 是 这个副手要不要公布 老实说这是各个政党党内的家务事啊 我们人民要选择的是总统 对不对 副手有那么重要吗 所以陈明毅议员你有意见吗 是我建议政党的你有意见吗 你的习惯不太好 我可以选择不回答你吗 我可以选择不回答你吗 他所领导之下的马政府 从来有 从来都是短视尽力的政策方向 你从来有用长期耕耘 长期获利这个方式来 来主导台湾的政策吗 是没有的啊 而且呢 最近还因为利用建国百年 这样的民意 大量的使用置入行情 叫这样子的广告 捏造政绩包括什么 八八风灾永久屋 入住典礼 这种事情都可以捏造 马英九总统 你真的是太自得意满了 你觉得说人民都不晓得 会拆穿你的造假吗 就我们觉得很高兴说 还好全国的电视台 还有三立这个电台 会愿意揭穿真相 那我觉得就是说 我觉得中国国民党 这个执政党 手中握着极大化的权力 只想把台湾带到什么方向 带到像北韩这样子的一个国家 人民只有单一的思考 然后呢 列宁是这样子的集权统治的方式 我真的是觉得说 逐步的将台湾呢 要打造成像北韩那样的国家 并且将台湾改造成一个 没有在地产业文化 只剩下精权游戏的岛国 但成为中国附用的同时 台湾这块土地 只能被行作成穿梭两岸之间 红顶政商人士们的 避税天堂跟藏金库 以上我所讲的 如果住在这块土地上的大家 你觉得我讲的贴近事实 那么我希望大家在明年2012选举 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里面 阿凡达讲了一句英文的台词 我最喜欢 他就是说 We must send the messages to the KMP You cannot take whatever you want because this is our land 我们就在明年的总统大选 用这个讯息重重地送给我们 好 谢谢你 林小姐 谢谢你 谢谢你